欢迎收看财经浩角 今天来跟大家追踪在过去8年 台北股市内置的动态以及外置的卖压 到底是如何影响台北股市 到目前为止频频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从过去8年蔡政府在任期当中的表现 你会发现台北股市从当时蔡英文上任 来到8131点 一直到蔡总统卸任21258点 8年内的涨博士高达13000多点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观察第一任任期 在16年到20年这段时间 从16年的520上任 一直到第二任任期的2020年的520上任 基本上点位变动幅度并没有特别高 上任时是8000多点 那在2020年3月份疫情时 也是8600多点 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而真正的转捩点 反而是蔡总统在第二任任期以后 台北股市不只是先是创下历史新高以后 现在更是直接突破了2万点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过去8年之间 2020年感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是伴随着联总会进行海量货币宽松 大规模的QE 使得全球资产价格持续创高 所以我们正常的理解是 2020年以后 之所以在蔡总统任期内 4年有显著的股价增长 来自于外资针对海量货币宽松 所形成的美资有目到台北股市的现象 进而带动台北股市的繁荣 可是这么想可能就错了 因为在2020年以后 外资并没有大规模的回补意愿 反而进行大规模出托 我们仔细观察下图表 各位就可以发现了 这样图表是加权指数的法轮买卖超 上方是每年的年K 下方是外资的买卖超 可以看得出来 从16年到24年只有16年17年19年23年24年 进行小幅的买超 而且买超金额基本上都不超过4000亿台币 但是在18年20年21年22年 总共卖超却高达接近2兆台币 所以换算下来 在过去8年之间 蔡政府任期外资是一共出脱了台北股市1.5兆台币 那如果他卖了台北股市1.5兆台北股市是如何 从当时的8000点一路涨到现在的21000点呢 事实上非常的明显 第一波就是非常显著的台商回流现象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其实早在2010年11年左右啊 台湾内部台商针对中国的投资占比啊 就已经来到巅峰来到8成左右 之后就是一路的向下 并且在18年美中贸易战之后 向下幅度开始加快 18年当时台湾对中国投资占比的比重高达3成7 现在仅仅剩下一成左右 那同时间随着对于中国投资总占比的持续下滑 也就隐含着在18年美中贸易战之后 整个台商对中国投产的逻辑已经大幅度的改变 大量的上市贵公司啊 开始将中国的投资收益大规模汇回 引起台北股市啊内资相当充沛 我们以上市贵公司汇回投资中国收益的规模 在2022年三世创下历史新高来到1144亿 2023年再创下历史新高来到1502亿 大规模的资金回流 它带动了几个要件 第一就是台北股市啊 内资充沛形成股市创高 第二大量投资回流形成台北股市土地价格 尤其是商用土地价值大幅增高 所形成的后果 那同时间我们也观察到 由于刚好在2020年新冠疫情以后啊 随着全球半导体的受费潮 台湾又是整条受费潮的第一受费者 所造成出口的显著拉升 我们具体留意啊 如果是以历年每个月的出口值来看 在2021年左右啊 就开始有快速的崇高 来到332亿啊 相对于民国104年到109年 保持在200亿的规模啊 等于是增加了五成 到2022年啊 已经跳升到了406亿啊 几乎是过去几年的翻倍式成长 那一直到23年24年啊 基本都保持在300多亿到400亿左右的水准啊 保持着高强度的增长 那么这就取决于过去几个效果 第一台商的回流 第二台湾出口的变好 那台湾出口变好之后啊 它就会形成进一步的投资去除的问题 那就是台湾超额储蓄的快速冲高 我们可以具体观察 超额储蓄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就是出口减进口了 当时在19年20年21年啊 台湾的超额储蓄随着出口大增 就开始飞升到3.6兆台币 那在2024年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来到3.7兆 这么庞大的资金留在台湾市场啊 它毕竟就有资产或者投资的需求 所以我们看三月份台湾的证券划播余额 目前已经高达3.5兆 也就是市场上把资金存放在证券户头里的钱啊 老实说有高达3.5兆 随时都准备要进行抄底啊 所以这个是过去我们所提到的几个变化 大环境的因子 第一就是台商的回流 第二就是台湾出口 受惠于半导体受惠潮的大增 好那这两大因子啊 在过去几年并没有那种非常失控 所导致的内资买盘 为什么在今年开始出现了呢 因为在今年台湾所面临的通膨啊 压力相当之巨大 几乎是万物起涨 在过去一年当中万物起涨的状态底下 市场上开始意识到 过去台湾人最喜欢的理财商品啊 并不是股市 也并不是房地产 而是储蓄前 开始产生了重大变化 因为大家发现啊 买的售贤保单已经跑不赢通膨了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近年受险违约金的总给付变化来做观察 当时在2018年啊 每年的解约的金额也不过就八千亿七千亿啊 但是到22年就高达1.2兆 23年1.5兆 今年才过一个季度 已经解约金额已经高达4000亿了 这也导致受险业的保费收入大幅度的下滑 在2018年当时的总保费收入是高达3.5兆台币啊 19年3.4兆 21年2.9兆 到去年只剩下2.1兆 所以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具体的现象就是啊 大量保费收入的递减 这些资金反而转进到房地产市场 或者股票市场当中 因为大家相信这些资产更有能力 去确保自己的资产增值能够跑云通膨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理解啊 台北股市啊 为什么在外资八年卖了1.5兆的情况底下 却放下历史新高 第一 台商回流 第二 出口业好转 第三 国人投资思维的大幅转变啊 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些数据都是虚的 都是泡沫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呢 通常我们会判断泡沫其中一个标准呢 就是到底大家有没有缴这么多的税 我们具体来做一些观察 如果是以今年一季度主要税务的税收来做观察 众所税是增长了一成四 房地合一增长了七成六 营手税12% 营业税10% 证交税增长了七成 遗产税增长了三成四 土增税两成二 总税收是增长了14.5% 那我们都很清楚了 如果这些资产价格的上涨是虚的 它就不会贡献这么多的实质税收 尤其在营手税和营业税当中啊 它是实质公司的财报所进行的显著带动啊 那这些政府所收到的总税收的创高 它最后就会把资金重新投回 那些蔡政府时期相当福祉的产业 是哪一些呢 很明显就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科技狼带 我们看到不管是从最近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台南 高雄 在过去几年房价的快速高涨 就来自于大量的半导体产业 进驻到相关中部地区 足科地区 南部地区 包括所有的交通运输路网的规划 都是沿着半导体更为优化的流程来进行挺进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资金开始流传到全台各地 刚才我们讲的是股票市场 受到资本市场的繁荣变化 那我们看到市场的资产买盘 投资买盘 也基本就沿着我们看到的 这些政府所扶植的企业来做前进 简单来讲啊 买股票 大家就买科技股 要买房呢 大家就去买科技要住的地方来选择买房 我们举例来说根据图表显示 我们看到以台积电即将进出 和乙星进出的厂区来做观察 新竹县的宝山乡 在2021年当时单价仅仅只有24.1万 到去年年底已经来到43万 过去三年的涨幅是高达8成 其他像是高雄的桥头涨幅是7成3 竹科涨幅有6成1 台南安定涨幅4成8 新市涨幅4成3 南指涨幅4成2 竹北涨幅4成 台中西屯涨幅3成9 人物涨幅3成5 太保也涨了3成2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到 就目前来看 全台湾的房价持续上涨 基本也跟本轮的投资资产观念的变化有关 我们以2024年一季度 性力房价指数来做一些观察 你会发现平均涨幅居然高达10% 房价涨幅10%是非常惊人的涨幅 原因是因为房地产市场 它是属于5倍杠杆 所以1000万的房子才过一年 现在已经涨到1100万了 你的投机款可能只出200万 等于是报酬率是接近5成 那如此高幅度的价格上涨 它隐含着什么事情呢 它隐含着市场更加相信 投资房地产或者是投资股票市场 它的确能够跑赢通膨 我说它的波动可能比 受险除险大得多 但是至少我已经确定 找到长期抗击通膨的资产了 所以它就导致另外一种现象的出现 那就是房地产市场 出现了大量吸收状态 成交量并没有快速的放大 可是没有人要卖房 因为谁都知道不缺钱 干嘛现在卖房还会涨 我们以全台二手市场的 代售存量来做观察 你会发现在2023年 当时中旬 还高达全台湾有接近 12万户左右的二手市场存量 到现在只剩下9万户 也就是说才过半年的时间 全台湾有四分之一的房子 已经被卖光了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 那很多人说 现在很有可能只是股票市场 房地产市场的显著泡沫 所进行的推动 它终有一天 可能会形成资产泡沫的破灭 那的确 但是我们通常过去在认为 房地产市场 或者股票市场的买盘 何时消失 它就取决于目前 警惕周期的变化 什么时候 它领的年终变少了 什么时候 它失业了 它当然就不会买了 这是一个简单 自然而然的 警惕周期循环现象 只不过我们相信 目前仍然在 警惕复苏周期当中 很快的警惕信号灯 在过去几个月度的表现 你就会发现 警惕本来就是在一个 显著的上行通道 所以它不只是买股 买房 其实也在买包包 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财政部统计 六度的百货业的 总体营业额趋势 在台北市的部分 过去每年的营业额 大概就1200亿左右 但是到2022年 飙升到1500亿 到2023年 已经飙升到 接近1800亿了 那你说 怎么会在2021年以后 突然大家的消费 就开始快速激增呢 是出口业手带动的 实质消费 所以全台湾就面临 一系列的通膨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通膨已经 不只是输入性通膨了 有一群人 赚了非常多的钱 他在疯狂的消费 疯狂的买房 疯狂的买ETF 这也造就了近年 住宅租金年增率 指数的快速上行 租金价格现在 每年大概是 以2.37%的速度上行 可是在15年到19年 每年涨幅只有0.6% 那当然啦 光从主技术的数据 可能有点脱钩 可是你至少可以承认 如果过去5年 可能19年以前 每年租金涨幅是5% 那现在每年租金涨幅 大概就是 翻倍是成长的10%了 那这种现象 最终就造成了 全台湾的吸收心态 以及通膨预期心态 更愿意持有资产 而并不是持有现金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那最终最终呢 这段时间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终有一天 我们赚的钱始终会变少 来自于库存循环的景气 自然现象 那这个时间点 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我们还不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绝对不会在今年发生 我们举业来说 根据目前美国股市 标普500指数EPS 获利值的变化 早在去年三到四季度 就已经完全翻证 也就是三到四季度 去年就已经正式 进入到复苏格局 今年一整年都是扩张格局 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定 今年一整年的 获利复苏通道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这代表着 在今年所赚到的获利 也就是明年年初 各位领到的年中 一定远远比今年年初领到的 还要来得多 因为去年 只有两个季度在复苏而已 今年是一整年都在复苏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资产买盘 至少要到2025年中旬左右 才会产生下一轮 结构性的改革 那我们就到时候 再来观察 整体景气自然周期的变化 但是呢 你要觉得这波 旗鼓传花的游戏 要到现在为止 马上结束 我认为难度是有点高的 所以打不赢 不如加入它 选择在乖利回调 股价回调的时机点 加入本轮资本游戏的行列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代 很明显 劳动力市场的增量 相对于资本市场的增量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也听我投资朋友 多做些观察和留言 如果向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财经号角 再相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